不要瘀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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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说十日之内查出无风细作 有跑吗 你打算怎么办 有事 没有 但我有 我就想多陪着公子 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我去做 你把我带走 我带走 点月桂熏香 就去药房领了一些月桂花叶 熬制了精油 我爹爹是文官 总爱在墨里 加一些上官家 特殊调配的香味 为了辨别文书的真伪 所以 我也想在公子家一些 可能没什么功用 但如果公子闻着 心神愉悦 清静思绪 也是好的 你也不想 我为何喜欢月桂 教我以礼乐的先生 也曾教我 掩饰花草 粗透药粒 月桂是种既恐怖 又有魅力的植物 它的花意是 蛊惑 的确 世人常说 月桂既危险 又迷人 代表了蛊惑 但其实月桂的花意 还代表着胜利 小女不才 让大人见笑了 月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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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是传说中的长生之药 月中至宝 难以摘折 若有幸 可以寻到 吴刚在广寒宫中种下的 月桂花枝 无论挂上什么 铜钱也好 金玉玛瑙也罢 都可以无限采摘 浮育满盆 能够摘到月桂花枝 绝非易事 所以 人们将财子种举 称为哲贵 而西北方的一些蛮族 他们则喜欢 将月桂花枝 编织成缓 做成头冠 送给凯旋而归的将士 所以 月桂 也代表着胜利 这才是我喜欢月桂的原因 那我还真是误打误撞了 我原以为 上官姑娘 只会做饭中花 想不到 你还精通文末 以后厨房的事 你就不用费心了 按照我以前的习惯来就好 待在厨房对你来说 有些委屈 公子若是不喜欢金玉 我可以换其他的 我确实不喜欢 我不喜欢金玉 也不喜欢满院子花草 那公子为何还任由 你初到绝宫 锦鱼建立危险 我自恃不变博了你面子 你是我亲自直选的新娘 绝工未来的夫人 但是 我希望你懂分寸 知进退 愿是非 什么都逃不顾公子的眼睛 什么都逃不顾公子的眼睛 你说得没错 刚才 是不是去了狱宫 明姐姐之前说 要教我几个女宫图案 学了几样 正好想给公子看看 不必看了 回去休息吧 是 是 你种了满院子杜鹃 却没种其他花草 你可知道 杜鹃的花艺 知道 上官姑娘为何只选杜鹃呢 因为杜鹃花的花艺是 我永远属于你 姑娘心思可珍惜 好浪漫呀 但愿 学公子能懂姑娘的心意 宫儿先生饱读诗书 自然难懂 我雨 founded 我明看罢个人 既然你像神明 将老的灵魏放进宫门祠堂 山雾流动 都日更神了 山雾流动 不要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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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言大人 您飞摸的兵已经准备好了 知道了 下去 对 相信紫禹弟弟闯完三运失恋 不需花费太多时间 在我和公子羽之间 重选之任 只认之外 能者居之 如果灼烧之苦太过折磨 就用这几位药 建筑成茶 付下后练功运气 你的内功心法 云锦心经 本就是一种自食性很强的 基因心法 这种内力会让身体发寒 但是恰好能够 对抗白月之影 带来的灼烧之苦 我想他